记者肖于新台北报导,台湾人有多爱华手机定房网站hotels.com公布行动装置旅游调查服务指出台湾人旅途期间平均会花三、六小时使用手机粘着度超越全球平均值得二、七小时仅次于泰国及韩国旅客。 这项最新出炉的行动装置旅游调查指出台湾人旅途中使用手机平均时数达每日三、六小时粘着度高于全球平均值得二、七小时手机成营仅次泰国四、一小时及南韩旅客三、九小时还有近三成的台湾旅客抵达饭店之际会先连上饭店WiFi 替房间拍照录影再来才是汉家人报平安。 调查也系官旅客在手机上的行为除了在旅途中利用手机的GPS地图功能照录寻找景点推荐之外 在社群媒体上晒旅游逐渐称为风潮。 最爱打卡分享的内容又以旅途中的美食佳肴百分之五十三夺冠。 再来才是著名旅游景点百分之四十六和旅办合照百分之四十五。 随着旅人对行动装置和网络依赖性越来越高,有四分之一的国人表示,手机在旅途中没变的焦虑指数远超过于在陌生城市里迷路百分之十二。 千包早且百分之十四甚至是错过扳机百分之五。 更有超过三成的国人大方承认,若旅行没有带上手机则无法成就一趟完美旅程,为了能时时刻刻保持连线。 有四成的国人习惯在出国前租好WiFi,随身机又有近三成的台湾旅客抵达饭店的首要动作,事先当手机连上WiFi,替房间拍照录影,再来才是和家人报平安。